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罷評 無意間洩露異常信號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揭幕 大撒幣後債務危機如何解 161兵只剩12存活 俄軍戰線撤退旅長拍影片哀求普丁救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9月5號 星期四 視頻的結尾會介紹阿波羅網主頻道的最新內容 獲取關鍵信息 做出智慧選擇 我們的報導對您看清真相 規避風險 歡迎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罷評 無意間洩露異常信號 最近北京很熱鬧 因為來了很多非洲國家的總統 總理 他們是來參加中非討論版北京峰會的 同樣 儘管中共媒體高調連日來報導黨魁與各國領導人的會見 黨魁習近平再次罷評 評論人士梅林霜在《人民報》撰文說 還是有意無意透露了異常信號 習近平在與多國非洲領導人會晤時 每次參加的高官只有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一人 王毅陪同習出席各種外交會晤實屬正常 但一貫善於禪媚而且是中辦主任的蔡奇 卻沒有陪同習會見 著實有些反常 中共報導指 蔡奇單獨會見了 乍德總統穆罕默德 毛利塔尼亞總統加茲瓦尼 吉布提總統蓋萊 塞什爾總統拉姆卡拉旺 莫桑皮克總統紐西 其中就有習剛剛會晤的 這個中辦主任是否當的有些不太稱職 不僅蔡奇單獨會晤了幾個非洲總統 其他幾個常委李強 毛滬寧 趙樂際 丁薛祥 李希 包括剛剛去俄羅斯的副主席韓正 也都分別會見了非洲領導人和國際組織領導人 不過2018年也是如此 因此異常的是蔡奇 或許有人會說 兩個常委會見他國總統規格有些高 但從蔡奇以往的外交活動看 很多都是陪同習一同見的 在安全馬後效力 履行其中辦主任的職責 此次出現異常是在突出其常委地位 而不是中辦主任的跟班身份嗎? 如果習大權在握 蔡奇更願意作為跟班 參與習與他國總統的會見 還是自己單獨配晤呢? 顯然 內情不簡單 上述現象或許還是在印證三中全會後 出於某種原因 習的權力確實被弱化 但中央集體領導正在取代一尊的地位 至於習罷平也極大可能是掩蓋中共內部尚未決斷的某種事情 另外 發改委主任沒有照以往那般參與 是不是說明在自身經濟面臨巨大困境下 中共對非洲的投資將縮小? 還有一個事情值得注意的是 9月4日討論版召開前一天 縣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 會見了來參加討論版的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而在2018年 是習近平在討論版召開前一天 會見了古特雷斯 最近兩年 習幾次會見古特雷斯 由於丁薛祥替習與古特雷斯的會晤 是要淡化曾經的指手畫腳嗎? 多少還是透著反常? 還是那句話 因為中共內部出了大事 中共內部的異常已經無法徹底掩蓋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越來越多 會引起更多的質疑 中共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與20多位非洲領導人舉行會晤 拉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序幕 在歡迎宴會註主詞中 習近平承諾與非洲朋友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加強在基建 教育等領域的合作 自由亞洲引述路透社報導 政治峰會 一些非洲國家上升的債務危機風險亦備受外界關注 雖然中國作為非洲最大的雙邊貸款國 在非洲的債務重組中發揮關鍵作用 但中國在債務問題上的態度較為保守 主要通過延長期限而非減免債務來進行重組 2015年中國宣布了600億美元的融資計劃 2018年再次重申這一承諾 然而隨著中國面臨國內金融壓力 以及非洲國家經濟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大流行病的影響 中國的資金支持有所減少 去年中國向非洲批准了46.1億美元的貸款 這是7年來的首次增長 但仍遠低於2016年的峰值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佳穎 在書面回復本臺時分析指出 非洲缺乏投資的原因之一是大型投資回報率低 風險高 中國作為非洲的貸款國 加之其次身經濟放緩 投資轉向謹慎 路透社報導援引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表示 非洲每年基礎設施融資缺口達到1000億美元 要實現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的願景 非洲國家需要大幅增加基礎設施的聯通性 如道路 鐵路和橋樑 然而 由於債務負擔沉重和財政空間縮小 這一目標面臨巨大挑戰 贊比亞在完成冗長的債務重組之前 欠中國的外債佔其外債總額的20% 埃斯俄比亞的情況也類似 但重組進展緩慢 張家穎說 連習近平在去年10月發言中 都還提到一帶一路將轉向小而美 假如沒有更多資金的流入 有些在非洲的計劃 確實可能無法完成 尤其是風險較高的項目 由於資金不足 許多基礎設施 項目停滯不前 張家穎認為 非洲當地如果無法確保更多資金的流入 除了債務和經濟挑戰外 還可能引起社會 政治動盪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 非洲地緣政治高級研究員 約舒亞·梅瑟威分析 但證據強烈表明 中國發放一些貸款 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某些非洲項目 是出於政治原因 而非商業原因 中國貸款機構也愚蠢而傲慢地向有貸款違約歷史的非洲國家放貸 這是美國幾十年前學到的慘痛教訓 但中國貸款機構要麼不知道 要麼忽視了這段歷史 隨著未來越來越多的非洲不良貸款到期 我認為中國貸款機構在放貸時會更加謹慎 161兵只剩12存活 俄軍戰線撤退旅長拍影片哀求普丁救命 俄烏戰爭開打至今已經經過兩年半的時間 雙方都投入大量資源到這場戰爭之中 但截至目前為止仍未看見任何停戰的跡象 辛托克報導 推主以色列戰爭在X上 分享了俄羅斯第一集團軍第五旅旅長向外界求助影片 這支遠從俄羅斯飛帝加里寧格勒調來的部隊旅長 在影片中聲稱 他們的中隊原先編制有161名士兵 但在與烏軍展開激烈的戰鬥後 戰死了149名士兵 僅剩12人存活 該名旅長表示 雖然他們的部隊有受到俄軍指揮官的撤退命令 但卻被要求留下來電候 前方面對烏克蘭軍隊 後方又被車臣督戰隊的槍口指著 被迫留下來與烏軍交戰 該名旅長強調 現在存活下來的士兵 每個人都至少殺了5名烏克蘭士兵 我們可以為了俄羅斯而戰 可以為了普京而戰 但不應該被自己人打死 有網友也根據這段影片 估計了俄烏雙方在烏東戰場的具體戰損 該名網友假設旅長口中 每個存活俄軍士兵都殺了5個烏克蘭士兵為真 則這些俄軍士兵一共消滅了60名烏克蘭士兵 然而 該支俄軍中隊一共戰死149人 相比之下 烏軍具體戰損接近俄軍的40% 以色列戰爭也表示 西方媒體估計 烏克蘭守軍的戰損約為俄軍進攻方的三分之一 與該網友分析的數據十分接近 而俄軍的具體殺敵數量也存在爭議 推主諾爾報告也分享了一名烏克蘭士兵在烏東戰場上的所見所聞 一名自稱為亞歷克斯的烏克蘭武裝部隊中衛士兵稱 他在托列斯克前線作戰時 親眼看見俄羅斯軍隊以處決的方式殺害三名烏軍俘虜 亞歷克斯在Tetrogram上公開表示 當時有三名烏克蘭軍人被俄軍包圍 只能放下武器舉手投降 沒想到俄軍士兵卻把這些烏克蘭俘虜推倒在地 隨後向他們的背後開槍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請大家多多傳播和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內容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主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下下拉 有主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主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主頻道訂閱 加入會員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OURONE 我們都在比賽 我們可以跟我們有幾個月的輕微爆料 來 Kitaiin 來我們去美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